那么这里呢 咱们先来讲一下这个tensorflow里的Argmess函数 这个Argmess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先举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先定义了一个这样二维的矩阵 就是说咱们看咱们是用nump定义了一个二维的矩阵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矩阵里呢 有的数比较大 有的数还比较小 然后呢咱们先看 就是说先看几个tensorflow常见的函数 这有一个rank函数 rank函数是什么意思啊 rank函数会帮咱们指定出来 当前这个矩阵啊 它是几维的 咱们来看咱们现在造的是不是一个二维的矩阵啊 所以说咱们现在来运行一下 现在一个运行结果 它是不是就是等于二啊 也就是说这个rank啊 可以刚帮咱们看一下咱们矩阵的一个维度 大家说要注意点 就是说咱们在tensorflow里啊 需要打印东西啊 咱们需要加上一个点EVO啊 之前是给大家说过了 就是说tensorflow咱们想打印东西 还是稍微麻烦一些 咱们需要加额外的这样一个小的参数 这就是一个这个rank 咱们才可以看 就是说现在假设说我再加上一个括号 再加上一个括号之后啊 它的一个rank是几了 是三吧 咱们来运行一下 等于三了对吧 好咱们不说 咱们这个rank啊 就简单先说到这里 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shape shape啊就更好理解了 shape是什么意思啊 shape可以帮咱们打印出来 当前这个矩阵的一个行和列 咱们来看 现在当前的矩阵是一个几行几列的 是一个六行六列的吧 所以说它的一个shape就是66的 然后呢咱们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argmax 这个argmax返回什么 这个argmax返回的是咱们的一个最大值的索引 咱们这个argmax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 它是求一个索引的操作吧 咱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对这个咱们现在构造好的这个矩阵 咱们求一个argmax 只不过说呢这里啊需要咱们指定一个参数 咱们来看啊 现在指定了一个0 诶这个0是什么意思呢 看一下先看一下结果 咱们从结果上来推一下 咱们的结果第一个值是0 第二个值是3 第三个值是2 返回的确确实实的是一个索引的值吧 那么这个索引表示什么 这个索引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现在argmax求的是在列上 在每一个列上最大值的那个索引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0代表什么 这个0代表着这个第一列里边的最大的一个数 是这个数 对吧 它是31 因为它的列的索引是0 所以说这里又打印出来了一个0 然后呢在这个第二列 第二列谁最大 第二列30这个数最大吧 它是几啊 0 1 2 3 所以说咱们打印出来了3 第三列呢 最大的是33 它是2 所以说它就打印出来了2 也就是说呢 咱们这个argmax 不光咱们要传进来一个矩阵 咱们也要说一下 按照这个矩阵的哪一个维度 去求这个argmax的一个索引值 如果说你指定了0 就是说你是按列进行一个求解的 那么如果指定1呢 除了0就是1吧 咱们指定1是什么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啊 咱们就把这个注视掉 咱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现在指定了这个1 唯一的区别啊 就是说把这个0变成了这个1 咱们再来打印一下 变成了1之后啊 咱们打印出来什么啊 是552130 咱们来看一下 刚才说这个0是按列进行一个 求最大值的索引吧 那么1是什么 1就是按行球吧 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行最大的是谁啊 第一行最大的是这个34吧 012345 它是5吧 打印出来的是5 没问题吧 第二行呢 18325 035 最大的也是35吧 打印出来是5 也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在用这个argmax的时候啊 需要大家注意一点啊 什么是0 什么是1啊 刚才给大家演示过了 那么下面呢 大家知道了这个函数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来说一下 咱们该怎么样去求 咱们的一个预测值的一个准确率了 这里呢 咱们先看 咱们先是对这个ACTV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看 ACTV其实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预测值的结果吧 也就是咱们softmax啊 最终输出来的一个值 咱们让这个输出来的值啊 每一个样本都会输出来10个值吧 对吧 因为咱们每个样本都做了一个十分类的任务 所以说呢 每一个样本啊 都会有一个十分类的一个概率值 咱们在这里啊 看等于1 等于1是按照什么样求啊 按照横着求吧 求一下这10个值里边哪个值最大 咱们把最大值的那个所以拿出来 然后呢 这也是对ACTV求 也就是咱们的一个预测值 那么这个Y什么 这个Y是咱们的一个真实值吧 真实值长什么样啊 都是要么只有0和1 两种选择吧 只有一个1 那么对这个Label啊 它一个ARGMX是什么 就是求了是这个1位置的一个索引值 咱们就要比较一下 看这里啊 有一个TTensorFlow.Eco TensorFlow.Eco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要去对比一下 这个预测值的 咱们得出来这个索引 和咱们这个Label值 它的一个索引啊 是不是一样 如果说是一样 咱们就返回了一个True 如果说不是一样 咱们就返回了一个False值啊 咱们就是通过 这样啊通过一个索引值进行这样一个比较 比较完了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了一个 求咱们的一个准确率了 求准确率怎么求啊 看这里啊 有一个TensorFlow.Cast TensorFlow.Cast什么意思啊 咱们刚才求的这个PID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 呃 咱们的一个预测值和咱们真实Label的一个对比吧 它其实返回了什么 它其实返回的就是说 它这两个值是不是一样 一个True或者False吧 那么这个TensorFlow.Cast的意思啊 就是说 要把这个True和False 转换成一个Float的类型 我们看 这是里边传进了两个参数 一个是咱们刚才算出来的这个Pred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Float 这个Float的意思啊 就是说 要把咱们的这个参数 转换成一个Float的类型 转换完Float的类型之后啊 是不是如果说你是一个True 就给你转换成了一个1 如果说你是一个False 就给你转换成了一个0啊 咱们把这个TrueFalse 转换成了一个01啊 这两个值 转换成了01这两个值啊 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一个 准确率的衡量了 怎么样衡量啊 咱们把所有的值加在一起 对吧 对了就是1 错了就是0 把所有预测结果都加在一起 咱们求这样一个均值 就可以得到咱们一个Accuracy吧 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精度 求出来精度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完成了 咱们的一个逻辑回归的算法了 可以说啊 就是说 咱们看啊 咱们现在一个 咱们一会儿来说吧 一会儿来总结一下 好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来实际的来看一看 一个完整的代码 该是什么样子的 咱们刚才啊 就是说 已经把这个逻辑 给它 咱们一会儿要进行的操作 给它写好了 操作写好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要初始化 这个session 初始化咱们这些全局的变量了 在这里呢 咱们先定义一些额外量 就是说 咱们指定了一个epoch 这个epoch是什么意思啊 epoch的意思呢 就是说 把所有的样本迭代一次啊 咱们总共要把所有样本迭代50次 这个by size呢 这个by size啊 就是说 你每进行一次迭代 要选择多少个样本 Display 就是说 咱们一个展示啊 这就不说了 首先呢 咱们还是啊 按照tensorflow 给咱们定义好这个规矩 先定义好一个session 定义好session之后呢 咱们是不是要 对咱们所有的变量 进行一个初始化 我们看啊 这一块 把所有的变量 进行了一个初始化吧 所以说 在三身里啊 先run一下 这个初始化的操作 初始化完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迭代了吧 我们这里 是每一个epoch 每一个epoch 进行迭代的 对于每一个epoch来说呢 咱们先啊 这个 咱们先啊 让它的一个损失值 是等于零的啊 就是说 刚开始的损失值啊 都是等于零的 然后呢 对于啊 这里 咱们要每一个batch 每一个batch 进行选择了吧 咱们这个每一个batch 每一个batch 进行选择的时候啊 其实啊 咱们就是用了这个 manage的 咱们刚才加载进来的 Tetherflow 给咱们写好的 这个input data.py 帮咱们写好这个参数 它里边啊 有一个nestbatch 通过这个nestbatch函数啊 咱们就可以一个batch 一个batch进行找 其实呢 它给咱们返回的 就是一个batch的x 咱们的data 还有一个batch的y 就是咱们一个batch label啊 它会通过这个nestbatch 帮咱们啊 一步一步的进行返回 那么这个函数啊 是人间已经给咱们写好的 咱们就直接用啊 就可以了 然后呢 那接下来啊 就是说咱们要进行一个run 对吧 run什么啊 咱们要run咱们的一个 看这个optm在那 这个optm失败字啊 咱们要求解 咱们当前的一个模型吧 用t度下降进行一个求解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里啊 run了一下 咱们t度下降求解 只是说啊 咱们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啊 咱们进行t度下降求解的时候 是不是说 咱们刚才的这个x和y啊 咱们怎么样进行数值化的 咱们是不是用一个placeholder啊 placeholder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先把那个坑给它站上 它还没有实际的去传进来一个值吧 在这里 因为咱们是一个batch 一个batch进行取的 所以说呢 咱们就可以用一个feed的dictionary啊 写成这样一种格式 也不是说写成这样一种格式了 就是说tensorflow要求咱们这样写啊 前面写上一个feed的dictionary 然后呢 用一种字典形式 字典形式里呢 就标出来 咱们刚才的placeholder 咱们刚才把什么当placeholder了 把这个x还有这个y吧 x等于什么 这是个x啊 用key当成咱们刚才placeholder设定的值 然后呢 这个batchsize xs啊 就是咱们刚才拿出来的这么一个batch的数据 对于y来说呢 就是咱们刚才拿出来这么一个batchy的数据 咱们啊 是通过一个placeholder的格式啊 把这个xy给它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啊 咱们一转是不是就进行了这样一次迭代了 迭代完了之后啊 咱们要干什么啊 迭代完了之后 咱们要去算它的一个损失值吧 咱们为什么要算这损失值啊 其实啊 咱们其实是为了把这个损失值啊 给它打印出来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里啊 还是加上这样一个损失值 咱们一会儿啊 要每一个epoch 每一个epoch的进行打印它的一个损失函数值 那么这个损失函数值啊 等于什么啊 每一次 就是说等于咱们要run一下这个cost函数吧 咱们来看 刚才cost函数咱俩定义的 咱这定义的吧 刚才cost函数啊 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半天 怎么样计算它的一个损失函数吧 这里咱们再run它一个损失函数 咱们把结果啊 不断的加在咱们这个 averagecost的里面 也就是说咱们一个post里面 是一个损失值啊 是依次往上加的 这样子啊 就是说咱们通过这样一个操作啊 是不是就完成了咱们一个epoch的迭代啊 完成了一个epoch迭代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要接着再往下一个byte 一个byte 再一个epoch 一个epoch 也就是说啊 咱们不断迭代的过程啊 是写成了两层复循环 这两层复循环完了之后啊 是不是咱们就已经完成了一个 咱们现在啊 这个soult math啊 或者说是一个改进的逻辑回归的 一个模型的迭代了 迭代完了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希望打印出来 咱们当前的一个效果啊 怎么打印啊 咱们来看 就是说咱们让这个epoch 除以一个displace type 这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刚才设置一个displace type 等于5吧 也就是说 咱们每5个epoch 咱们打印一下 每5个epoch 咱们再打印一下 打印什么呢 这里啊 咱们来看 这里有一个train 这里还有一个test 这里还有一个accuracy 就是说啊 咱们这里 咱们先看 这两个是一个字典结构吧 这两个train和test的字典结构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先定义好了一个fe的dictionary 在这儿呢 也就是说 咱们之前啊 是用了这个placeholder这个是吧 所以说咱们在run里边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accuracy这个函数 accuracy在这儿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accuracy等于什么 accuracy啊 是不是等于咱们刚才说的 计算它的一个精度啊 因为咱们在计算精度的时候 是不是要用上这个 用上咱们这个训练样本的x和y 或者是这个测试样本的x和y啊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啊 都需要指定出来这个xy是什么啊 因为咱们用了placeholder这种格式 咱们在这里呢 是先把这两个dictionary啊 先给它写好 然后呢 写好之后啊 咱们就把这两个dictionary啊 给它传进来 咱们就可以去算 它的一个准确率啊 或者说是一个精度 有多大了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给它打印一下啊 就完成了咱们一个 就完成了咱们一个完整的一个框架了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把它运行一下啊 终于啊 把这个东西说完了 好 那么咱们啊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啊 就是说 咱们运行了50个eppoch 每5个eppoch啊 它会打印一下 现在来说 咱们就看一下这个损失函数值啊 损失函数值啊 是慢慢在降低的吧 一开始是1.17 然后后来变0.44 然后是0.38 然后后面呢 就是咱们可以打印出来的一个是 训练时候的一个准确率的效果 还有测试时候的一个准确率的效果 可以说啊 咱们现在的一个准确率啊 是不断往上升的 然后呢 咱们这个loss啊 是不断往下降的 也就是说啊 咱们这个soutmix分类器啊 确实起到了效果啊 咱们这个整体的模块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刚才啊 给大家从完整的逻辑上说了一下 就是说 咱们怎么样从一个数据集上 去加载咱们的数据 怎么样构造这个权重啊 W和B材数 然后呢 其实啊 这个东西啊 像什么啊 咱们感觉没感觉啊 TensorFlow就是说 咱们先把要算要用的东西啊 先给它写好 给它写好之后呢 咱们在这个塞身里啊 实际的去运行它就可以了 其实呢 这个TensorFlow啊 就是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啊 去帮咱们完成这个事的 好 那咱们就等它运行完嘛 现在已经运行完了 咱们给看啊 就是说最终的结果多大 最终的结果春的一个精度是有96%的 Test的精度呢 是有91%的啊 咱们的模型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关于啊 这个逻辑回归啊 或者说这个Soft Max分类器啊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了